记者求助于新北报道,新北市民政局今天15日庆祝护正日于英格孙龙部道举行践行活动,护正员,志工和家人由宏德公出发至碧龙公全长2公里预估前人参加,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颁发护正为名服务考核机优机关人员及志工,获奖的五股护所机优志工。 现年77岁的陈李秋妹已服务16年从未间断,因考量护所周三夜间延时服务民众较多,因此也担任夜间志工,协助护所招呼民众抽取号码并提供简易咨询,因擅长编织手工包包,常以编织作品布置护所办公环境。 服务年资26年的树林护正事务所课长郑阿梅,获得及优护正人员表扬。 2017年督导筹划新北市世代记忆护正展成功吸引参观人超级媒体关注,更有12个外线市机关来学习观摩。 李四川表示,护正业务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接触民众生离死别并以同理心服务民众连续四年拿到服务品值奖的肯定,对市府团队的满意度始终维持很高的评价。 感谢护正同仁与志工同友的辛劳与奉献。